北京时间10月20日晚上8点,有19国清队将迎来本届燕尼亚青赛,决赛圈的小组在首战,对手是塔吉克斯坦,中国队的目标是杀金四强,拿到明年波兰市青赛的参赛哥哥。 这个目标对中国队而言难度不小,这难度从来都不小,半届亚青赛月选赛,国清队先后1比0战胜缅甸和柬埔寨,6比0哼扫菲律宾,以月选赛基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圈,效力于上海深花的刘若凡,在月选赛独进4球,是队内最佳射手。 决赛圈共有16支球队参赛,包括亚洲传统主强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埃连球、塔塔尔、沙特、伊拉克、越南等等,中国队与沙特、塔吉克斯坦、马来西亚同分在B族。 具体分组如下,A族,印度尼西亚、埃连球、塔塔尔、中国台北B族、日本、伊拉克、台国、朝鲜C族、越南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越南B族、沙特、塔吉克斯坦、中国、马来西亚从海面上实力看,明显B族和C族是死亡之族。 中国队所在的B族球队的平均水准看上去没有B族和C族强,这也给了中国队更好的小组出现机会。 球队现在10月20日对阵塔吉克斯坦,10月23日面对沙特,10月26日小组赛,最后场队阵较弱的马来西亚。 如果中国队在前两场比赛里能够拿到两分以上,就能把小组出现的主动圈握到自己手里。 如果前两场中国队只能拿到一分,那基本小组出现无望,这是中国队第18次参加亚青赛却赛阶阶段比赛。 1985年高宏波,公围等人领衔的国庆队夺获冠军,那是中国队唯一一次在亚青赛上夺冠。 很多年后宫内带领贵州人和拿到足鞋杯冠军之后,内洒赛后把部会。 提及的也是手捧着亚青赛冠军奖杯回国时的场景。 中国队上次杀进四强是在2004年,1985年零段的国庆队拿到南界亚青赛的亚军,获得了2005年荷兰士青赛的资格,并在士青赛上大放光彩。 不过此后六届赛事,中国队成绩持续走低,1987、1989、1991、1993、1995、1997等六个年龄段,德国庆队全部杀鱼而归。 上届亚青赛中国队,小祖赛一拼二负,林进球,暗淡出局,陈耀东带领了这支1999年龄段的国庆监作又一次尝试。 赛前程耀东表示,困难很多,实力也有高下之分,但机会总归是有的,只要有1%的机会也要去争取。 我们现在没有优势是现实,但我们也不想做云南,其实球迷对中国队真的没有那么高的期待,不守望球队能够打就是青赛,但球真的不是做云南。